欢迎收看展哥讲股 越讲越涨 温水煮青蛙 长得你不知不觉 但是我觉得电子股是来真的 所以布局时间我觉得已经到了 真的 我认为可能不能等到年后去了 OK 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跟大家讲 台股早盘在平盘附近震荡 预估量是1400亿 从量能角度观察 强攻的几率是不高 鸿海的年营收出来了 首度突破6兆的大关 近期股价受到郑州封城 力讯抢单这些不良因素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5元的股力来计算的话 低于100元是不错的投资机会 这个其实我公开讲过很多次 所以我还是一样 我也是原本的看法 来电电工会理事长 上半年有压力 库存去化完毕 下半年回升 景气先蹲后跳 从电子族群观察 驱动IC维持强 时间还大涨 对不对 那个包含天狱 莲勇 这些都涨得不错 OK 昨天瑞育 2379的瑞育 公布营收虽然表现不佳 但股价居然今天是带量突破整理区 今年电子股在低基期 下半年景气回升的背景之下 我觉得有表现的机会相当高 电子业的景气循环股 面板记忆体被动元件都是可以持续关注的题材 CES展中间除了元宇宙之外 Sony本田合资成立什么 Sony Honda Mobility 电动车亮相 采用高通骁龙的数位底盘 这什么东西 我还真的搞不清楚 OK 但是我会再去研究一下 跟高通旗下拥有要塞英雄的游戏开发大厂 Epic Games 合作5G联网跟娱乐功能 我觉得这个部分很值得期待 重点是这个 游戏公司 游戏公司加入电动车 另外我最近也在讲 我觉得游戏的题材 在元宇宙 电动车这些题材 游戏族群 我觉得都是很有机会的 所以不仅仅是市场说年价题材而已 我觉得可以持续追踪 甚至今年 甚至未来几年 我认为可能很多事情都会发酵 大概状况 我认为产业上观察 我认为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短线操作上面 亮缩盘还是运用逆向交易的技巧 这没有问题 不用去追高 我们拉回去买 然后下周二之前 12月营收将公布完毕 年报题材会是重要的投资方向 通常这波行情会做到三月底前 在年前也可以播出部分资金开始布局 所以今天的题目就跟你讲布局时间到 主要原因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气氛 我本来也想说慢慢做慢慢做 反正剩七个交易日 但是OK 从近这几天来看 看起来真的好像是逼着我们要赶快先布局 比较合理 来我们先看一下大盘 首先加权指数的部分 这个绿色的位阶是巴菲特K棒的低点 所以昨天站上之后 今天还是维持强势 开平 昨天美股还下跌 就你看开一个平低盘 就拉上去 到这边是要挑战月线 这条桃红色的是月线 月线在多少 14375 今天收盘14373 差两点 差两点站上月线 所以我认为看起来还是真的有想要进攻的感觉 不过来到月线也是一个小小的反压 加上上面还有这个蓝色线 头部的压力 会不会年前过 还是年前还是在这边震荡 我觉得不管怎样看起来都还是有布局的机会 这是一部分 从低点其实这样默默涨 默默涨 默默涨就会让人家什么 没有激情 没有激情就是今天题目叫温水煮青蛙 等到你忽然怎么长这么多了 是不是可以进的时候 忽然你就又不敢进 这就温水煮青蛙最常遇到的状况 以前我们在做期货看期货的时候都会这样 就是慢慢长慢慢长 或慢慢跌慢慢跌 没经绝 一经绝要听说 怎么亏那么多 或者怎么赚那么多 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要注意 免得到时候真的要进场又会怕 大概很容易发生这种状况 来我们看一下OTC OTC昨天本来就挑战月线了 就没有上去收一根上影线又收下来 但是今天你看美股不好 居然逆势是跳空开高 开高之后直接站上月线 就继续攻 收一个实体的红K收在最高点 这个地方我们之前就画了 这是大量区 大量的这两根K棒画过来 今天又站回大量整理区了 所以看起来真的还是蛮强的 说实在话是蛮强的 而且这边是站上月线 月线看起来扣底在这里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 其实也蛮快的 可能你看年前 这样扣底多少天 1 2 3 4 5 6 7天 刚好过年前就会翻扬 如果它可以维持在这边震荡的话 守住月线的话 那过年前月线就会翻扬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年前是不是要布局 我觉得真的要特别注意 来那当然今天强势的包含什么 5347的世界 哇你看又跳空 跳空开高 然后虽然有收一个 盘众还跌下来 最后收上去 最后收涨多少 7.08% 涨7%多 有没有量 也是带量的 也是带量的 接下来就要挑战什么 前波 前波的高点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你说 以它的规模来讲 你说忽然几涨 几率可能也不高 但是今天这个地方 看起来就是一个 明显的一个表态 我认为看起来是这样 然后这个我们画出来 那个低点的位置 是前波整理区 前波整理区 所以今天画过来的话 收盘其实是站上的 所以这个位阶90块附近 能不能守住 如果能守住的话 看起来还是一个相当强势的格局 这是世界先进 来6770的立基店 你看这个位阶 我们之前画的 那个重要价位的位置 今天也是一个长虹 收最高 而且还带量 这样子站回来的 所以看起来 这个立基店的族群 也是立基店也是蛮强的 然后还有2303的联电 联电前面一波 跌下来之后 跌破际线 跌破际线 但是你看有没有下去 这边刚好回测什么 这边W底附近 这个整理区附近的位置 但是你看在这边直稳 今天又站回 今天收盘是 也是收最高 也是收最高 然后收在42块4 月线刚好 42.38 季先42.27 所以刚好站回月季线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涨的涨法 然后这边涨2.79% 所以你看成熟自成 怎么今天忽然表现不错 看起来当然最近的新闻 包含大陆 大陆讲说 要把一些经费 不去支柱半导体 当然现在可能保房市比较重要 所以这个地方 可能会不会受惠到 台湾的成熟自成 我觉得也有这个机会 我们再看一下老大 台积电 台积电这边 你看这个位置 是不是又是什么 巴菲特K棒的低点 当然还是没有站上 但是今天一样开低 开低走高 因为昨天非凡表现不好 所以台积电开低也蛮合理的 但是开低还是往上走 虽然收一个小的上影线 不过整体来看 也算是一个偏强势 收一个平盘 收一个平盘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看起来表现还不错 因为昨天是只有台积电 一个人的50 大盘涨100多点 他就占了70几点 所以昨天一个人的50 今天稍微休息一下 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看起来 整个族群上 电子族群看起来 是表现得不错的 OK 记得帮我订阅展哥讲股 当然也可以分享 欢迎多跟朋友分享 应该会对你操作有些帮助 每天下班10分钟 来掌握一下最新的行情 然后分析的不错 也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加分享 OK 接下来我们再看 最近电子股 我们看个股的部分 电子股到底来真的来假的 我想最近很多人有这个问题 首先前几天的新闻 宏基的董事长陈俊胜 是个狠人 为何反操作 拉高笔电三周的库存 因为到目前为止 市面上传出来的讯息都是 笔电的库存 都还是在溺水中 都还是在高库存的状况 但是OK 宏基渐渐已经降到八周的水位 这就正常水位 这是正常水位 但是最近遇到解封之后 疫情的关系 所以重庆的笔电组装代工重症 因为什么缺诊的因素 有点间歇性的停工 所以陈俊胜就想说 不行 看起来不太对 所以反向操作 在这时候原本已经降到八周了 再来逆向增加库存 增加三周的库存量 这是代表什么 我觉得这要注意一下 因为宏基算是一个指标性的公司 包含宏基 华硕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来 2357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好了 先看一下宏基好了 你看宏基在哪里 去年的这边建低点 去年的7月 这个低点在这边整理整理整理 整理到11月 忽然一根 长红 长红带亮 忽然涨上来 忽然涨上来 然后一个强势的横盘整理 对不对 强势的横盘整理 来这边的位置 是不是挑战这个头部 挑战头部压力 这头部这么大 对不对 上不去很正常 所以这挑战 不行 还是下来 还是下来 但是你看下来这边 又守住这个 又守住这个底部区 所以这个地方看起来很有趣 所以这个地方守住之后 默默往上走 走走走走走 因为它是全职股 大型股 这边默默站回季线 站回月线 还是一样 继续上攻 所以从红基的走势来看的话 这个位阶会不会是地点 我认为有这个可能 那当然上面有一个头部区 这头部区还是要尊敬它 还是要尊重它 但是你看这边上来 上来之后拉回整理 又渐渐再往上走 所以看起来这个低点 成立的机会是蛮高的 然后包含什么 2357的华硕 华硕这边你看也是一样 在这边 10月的时候见低点 10月见低点 这里有个主体的形态 这边站上 然后这边突破季线 这边突破季线 然后他们季线 现在也是一个翻扬的状况 对不对 然后这边涨上来 是不是遇到这个整理区附近 在这边做一个整理 所以看起来 看起来华硕 看起来宏基 我觉得见低点的几率都蛮高的 然后当然我们看了这个 笔电的主群 我们可以顺便看一下 那个板卡 主机板的部分 他们在这边 也差不多7月初左右 这个地方见低点之后反弹 然后到这边 季线都是上扬 然后这一段 拉回季线都有守 拉回季线都有守 所以我也认为低点应该过了 低点应该过了 这个低点能不能守 甚至这个低点也不会再来 我觉得这个几率是蛮高的 因为现在我们讲 季线向上 价格在季线之上 就是一个多头格局 对不对 2376的季家 我觉得季家除了笔电 除了板卡 除了主机板 还有伺服器等等的 我觉得 它的状况也还是蛮不错的 这个地方一样 7月初见低点 开始一路上来 到这个阶段 季线开始翻扬 所以这一段是不是多头 我认为也是一个多头的走势 我们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所以你看这一波上来 相对比较强 刚微信还有回撤季线 它回撤没有到季线 再上去 再供一次 供不上 再回撤 都守住这里 都守住这边 然后又继续上去 所以这里俨然又成为一个什么 WD的形态 所以这边如果能突破战上的话 那这个地方经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的底部 有没有机会挑战这个头部 我认为机会就有 机会就有 所以这个地方我认为都要持续关注 这个是我们刚刚讲了宏基 讲了华硕 讲了主机板 维新技嘉等等 这部分给大家先做一个参考 然后再来我们看 今天还有个新闻 挺有趣的 瑞玉 昨天公告了12月的营收 63.77亿 年减三成 年减三成 然后再来 益龙也公告了12月的营收 年减56.84% 我们先看一下这两档个股的状况 从他的我们先看益龙好了 来益龙比较有话题 对不对 益龙的话题是不是这一天 新闻出来说他要违约 跟金元代工厂这边要违约 就违约的这一天 你看 见低点 报大量 见低点报大量 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 当利空出来 结果低档报大量 通常就见底 通常都见底 过去遇过非常多次 包含宏基那时候 兰旗有一次 然后后来那个王 王正堂 要持董事长 打消很多呆账的 那也有一次 包含过去 还没有 瑞光还没有合并的时候 那个废水案 其实也是都是出一个超天大的利空之后 结果低档报大量 结果从此见低点 很容易发生这种状况 所以你看益龙这个地方是这样 然后包含我们讲利空不跌 3105的文贸也是 这个10月28号 去年10月28号 公司开法说会 公司说什么 那个营业利益率变成-5% 就是本业亏钱 告诉你本业亏钱 就这天低档 报大量 报大量 见低点 这一路涨了50% 所以 这个讯号都代表 这个新闻出来 我们刚刚讲 这个新闻出来 明明12月营收不好 居然今天是这样 长虹带量 我觉得这都是有问题的 这代表利空不跌 利空不跌反涨 接下来就是要涨 概念上大概都是这样 所以你看 这今天的位置 也突破了 这一波的整理区的高点 很明显突破 收盘也站上 所以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我认为很有机会 然后季线也翻扬了 季线也翻扬了 所以你看 它离季线的位置还不算远 所以这个位置 能不能再进场 我觉得有机会 因为它是全球的NB 触控面板的模组 跟触控IC的龙头 所以你看 刚刚我们讲笔电 现在是触控模组 触控IC的龙头 它们的走势都长这样 那是不是代表 电子业的景气是好还是不好 很有可能就是 今年就是要复苏 很有可能 来 再来我们看瑞育 2379的瑞育 它是以太网络的 IC设计龙头 对不对 这边见低点 一路上来 但是你看 目前的讲法是什么 12月营收还是年减三成 年减三成 但是这边一路涨上来 也是去年的10月多 10月13号见低点之后 一路涨 你看这一段也涨很多 这一段你看涨多少 我们稍微拉一下 涨了五成 对不对 这一段也涨了五成 就拉回守租基线 守租基线 对不对 然后这边整理区 这今天也突破 也突破这个高点的位置 收盘也突破高点的位置 然后今天收最高 涨了6.23% 所以这个个股 走势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像什么 稳貌 对不对 很像PA三雄 都是去年10月见低点 一路涨 涨很多 拉回手机线 2455的全新 你看都是一样 所以他们这些族群 PA族群代表手机 我们刚刚讲 翼龙 触控模组 触控IC 2379的瑞域 以太网络 IC设计龙头 所以你看这些的个股 是不是暗示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说现在的景气 如果现在 这个新闻讲 电电工会理事长 理事清讲到 电子业的景气先蹲后跳 到目前为止 他说上半年可能辛苦一点 但下半年渴望回升 就目前来看的话 可能Q3 可能Q3是处于一个 库存调整完毕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认为这些的 大佬们讲话 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的讯息 所以如果第三季 是一个库存调整的 那个位置 库存调整结束的位置 然后加上景气复苏的时间点 那整个股价往前 一到两季 那不就是现在吗 不就是现在吗 所以这个状况 我认为大家一定要注意 现在电子股看起来 明明想说年前 可能会休息一下 结果没有 电子股一个一个在动 一个一个在动 来同样讲到电子的族群 再给大家一些证据 包含8299 我们讲记忆体 我们刚刚赖上面 有跟大家讲 电子股的景气循环股 哪些面板记忆体 还有被动元件 这些都是面板的 那个景气循环类骨的族群 来 群联 这边低一点 这边再破低 稍微破一点点 看起来是 有点守住的样子 所以这个低档 这边整理完 这个位阶上来 再做一个整理 这边季线翻扬 对不对 季线翻扬 季线翻扬 回射手季线 手季线 啪啪啪啪啪 默默就上去了 突破这里高点 突破近期的整理区的高点 所以群联强不强 看起来这走势就是强 而且是一个底部成型 所以接下来 他要挑战这个区域 不过你看 这么大一个底部 跟这么小一个腰部 我认为站上去的几率很高 大概这里的套牢卖压 应该很容易消化掉 这是群联的状况 包含2408南亚科 昨天讲说第四季 可能亏损 结果 这边涨上来 之前我们有做过一小段 不过当然是天纯出场了 有点可惜 但是你看这边跌下来 到这边横盘之后 看起来又有一个底部的形态 又站上 这边站上月线 昨天站上季线 但是没有守住 又跌下来 但是今天开低 最后收盘是收怎样 收涨0.18% 所以开低然后走到平盘 走到平盘 所以看起来状况它也不弱 2344 华邦店也是一样 看起来这个相对低档的位阶 还是守住的 这里长一个小小的波段 然后这边跌下来 所以看起来他们也是有点足底的迹象 包含3260的威刚 对不对 前面的这个低点 W底上去 这边回撤季线 这边跌破 但这两天又站回 又站回季线 所以看起来他们的个股 他们的股价的表现 并没有这么疲弱 并没有这么疲弱 然后还有2327的国距 这两天也是一个带量的上涨 所以国距你看 他们的低点位置都差不多 都是去年10月附近 对不对 去年第四季 四季初 所以这边见低点涨上来 但是基本面没有跟上来的时候 他们稍微做点修正 做点修正 那这两天又开始动了 所以他是不是 接下来就要挑战这个位阶 509块 509块 所以这个地方我认为要值得注意 然后你看对应过来 是不是也是这边的整理区 所以这个整理区 对应这整个大的底部 有没有机会 我认为机会还是很高 所以这个实际来看的话 真的状况就是这样 再来我们看什么 面板族群 2409的友达 也是一样 8月的这一段涨上来 率先反应是谁 外资 外资一路买 外资买上来 这边涨上来之后 涨了将近三成吧 建高点之后整理 然后这边高不过高 再回来再整理 然后低也不过低 所以这边是压缩格局 这边压缩 但压缩到这边跌破 这边跌破 就下来回撤 但是回撤完 这个低点也没有破前低了 也没有破前低了 而且这边有什么 小小的WD的一个形态 所以看起来 是不是也是有点足底的迹象 3481的群创 我觉得走势也很像 这一波涨上去 拉回低不过低 低不破前低 也是缓 缓有一个WD的形态 这边也是站上月线 所以看起来包含面板 包含记忆体 包含被动元件 这些的族群 股价的表现都告诉我们 看起来也怎么开始在动 所以搭配我们刚刚讲的新闻 如果景气真的是第三季 是今年的低点的话 现在的反应 我觉得就是要持续追踪 就要持续追踪 告诉我们电子股 真的进场的机会来了 因为电子股去年 可以说是跌翻天 从万八一路跌 一路跌下来 跌到很多的个股 你的EPS换算本一笔的话 几乎都个位数了 我认为再跌下去空间有限 所以说这种状况 就代表一件事情 它有一个景气复苏的一个因子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 低基期的因素 所以这两个因素 是不是今年是电子股的好年 我认为机会很高 我认为到目前来看 我认为机会很高 来 最后我们展个小提示的部分 利空不跌 利空不跌的讯息出来 个股股价 这我们一观察就知道了 对不对 刚刚讲的包含什么 锐域包含翼龙 利空不跌 然后景气循环股先行 所以我觉得提早布局年后的行情 坦白说我本来也是想跟会员讲说 我们就慢慢把一些股票在年前慢慢出掉 我们再稍微做点布局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 可能稍微会加大一点布局的力度 所以农历年前也欢迎加入我们一起来布局 惠奇再加征一个月 惠奇加征一个月 对 年前的话 因为大家担心过年12天的假期 对不对 所以OK 这部分优惠还持续 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 080 037 0888 这波行情我认为真的要好好的把握 因为去年整年 对很多人来讲 绝大多数人来讲都太闷了 新闻统计说去年平均一个股民要赔100万 但是OK 虽然我们去年做的还算OK 但是我觉得行情来了更要好好的把握 所以今年会好好帮大家选股票 OK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祝大家投资顺利 拜拜